施政報告一出後 未來人升了三成 這代表什麼代表做代理的人多了生意 大家好 我是劉威斯王 今天和大家講一下香港全民走市的情況 這兩天真的多了人溫愛產信 多了很多朋友有興趣投資香港樓 他們問我怎樣去買才是實惠 這件事就好看你買來投資還是自用 自用的話看的東西會比較多 有個人習慣自己的圈子工作範圍或出賣的地方 還有有沒有開車的東西是很私人的 所以基本上要直接上去才看 投資很簡單 看看哪個樓盤的赤價就低 可以用入購貨 賣去買賣錢賺就可以了 最近就看了一個新聞 在中原裏我比較喜歡的一個老闆 購物真的轉得特別快 尤其我看完之後我真是 嘔嘴了 但怎樣玩法呢 我詳細沒有實際去fair check 就是那些人說他開了幾間公司 賣樓 用心盤的先租後賣的形成 用公司去拿著任務 放下5% 然後出租 出租完之後 假設樓市升的話 他就拿出去 因為他是七百多天才成交 即是兩年後才成交 才要上去 所以他有一段足夠長的時間 讓他拿出去 他基本上放下5% 然後就開始賺租金了 如果樓市升的話 還賺到樓價的升幅 如果樓價跌的話 他就賺租了公司 基本上整個債務都不會上升 這天真是高招 因為在香港法例 如果他正式入約之後 再賺租 發展商有權 追回那個差跌 便宜了一個差跌 如果他收拾了公司 是沒有人可以追到他數 這一招真是高招到偶遇 今日的時間有這麼多 好急 我等著又要出街 天狼地動 祝大家找多點生意 如果要找我買樓的話 或者是提前講一講家裡 拜拜